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普通又很重要的题目 我们今天讲一个很普通又很重要的题目 就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就是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这个信息大家会很熟悉 这个信息大家会很熟悉 因为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会这样讲的 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都会这样讲的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我们知道这个事我们也认为这样是对的 我们知道这样的事也认为是对的 但是这个主题却是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但是这个主题它是圣经里面最最重要的信息之一 创世纪一开始神要造人 创世纪一开始神要造人 它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 它说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 好现在我被创造出来我是一个人 好现在我被创造出来我是一个人 我需要回到根源 我需要回到根源 我要去问一个问题 我要去问一个问题 神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神你是一个怎么样的神 我怎么样才会像你呢 我怎么样才会像你呢 我怎么样才可以回到起初你造我的这个计划呢 我怎么才会回到起初你造我的这个计划呢 这个就是从我们上次何老师讲的信息 到之后的未来几个礼拜我们要讲的信息 这个就是上次我们何老师讲的信息 直到未来的几个星期我们会讲的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神事怜悯 首先我们看神体怜悯 我们来看 来读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的六到七节 还有何西阿书的二章十九到二十节 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三十四章六节七节 和何西阿书的二章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不轻而白露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全留慈爱 赦免罪业过犯和罪恶 万不已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知父及子直到三四代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 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 聘你归我 也以诚实聘你归我 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你来帮助我们 主你来帮助我们 主你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心 主你开我们的眼睛 开我们的心 主我们要认识你 主我们要认识你 主我们要更深地认识你 主我们要更深地认识你 主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你 主以至于我们可以效法你 主你帮助我们 主你帮助我们 听我们祷告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神是怜悯 神是怜悯 这边一开始说 神是有怜悯的神 这边一开始就说 神是有怜悯的神 这个有怜悯的呢 是一个形容词 有怜悯的是一个形容词 这个字在这里 是圣经第一次的出现 这个字是圣经里面 第一次的出现 他作动词用呢 是在前一章 就是初埃及记33章 他作为动词出现呢 在前一章 初埃及记的33章 神说我要怜悯谁 就要怜悯谁 神说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这是个动词 这个是一个动词 就等于是说呢 这个字一出现呢 就是跟神有关的 就等于你这个字一出现 就是跟神有关的 也就是说 这个字呢 是从神来的 以后说你这个字 是从神而来的 地上的人 是没有怜悯的 地上的人 是没有怜悯的 怜悯是从神来的 怜悯是从神来的 因着先有神的怜悯 我们人才开始学 如何的怜悯 因为有神的怜悯 我们人才要学习 怎样有怜悯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是呢 在这里呢 神他就介绍他自己 第二个我们要注意的 就是神在这里 他介绍自己 你怎么介绍自己呢 你怎么介绍自己呢 三分钟介绍自己 你会怎么介绍呢 三分钟介绍自己 你会怎么介绍呢 神他一开始就说 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神一开始就说 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 就等于是说 他想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第一个知道 就是说我是有怜悯的 等于他叫所有人都知道 第一我是有怜悯的 怜悯是我第一个属性 怜悯是我第一个属性 是最重要的属性 是最重要的属性 所以我们要来去认识他的怜悯 所以我们要来认识他的怜悯 在何西亚书第二章那边讲到说 神要娶我们为妻 他说我以怜悯来聘 聘这个 聘以色列人为妻 他说我以怜悯 聘以色列人为妻 就是说神要娶我们 那他不是付定金的 就是说神要娶我们 他不是付定金的 因为这个金子呢 在神来看是会朽坏的 因为金子呢 对于神来说会扭坏的 神用他自己作为一个聘礼 他用他自己作为一个聘礼 是一个永恒的礼物 就是一个永恒的礼物 就是怜悯 就是怜悯 神说我把我的怜悯给你 神说我将我的怜悯给你 当作聘礼 作为聘礼 这就是神把怜悯 就是把他自己给了人 就是说神将他自己的怜悯给了人 好那对于人来说呢 那对于人来说呢 好 神你把你的怜悯给我了 神你把你的怜悯给我了 所以我们就得着 从神而来的怜悯 所以我们就得着从神而来的怜悯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一个 但是这个聘礼已经变成是我的了 但是这个聘礼已经变成是我的了 就变成我也可以这样子去对待别人 就是说我都可以这样去对待别人 因为我身上有怜悯 因为我身上有怜悯 所以这是怜悯的重要性 所以这个是怜悯的重要性 好怜悯是什么呢 那怜悯是什么呢 A 就是怜悯是该罚 他还没罚 就是说人该得到刑罚 可是却没有被罚到 就是说人应该得到刑罚 但是没有被罚到 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 七到十节 我们看出埃及记的三十二章七到十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下去吧 因为你的百姓 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 已经败坏了 他们快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 为自己注了一只牛毒 向他下拜献祭说 以色列亚 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看这百姓真是硬着颈看的百姓 你且游着我 我要向他们发烈怒 将他们灭绝 使你的后裂成为大国 在这里摩西就上山四十昼夜 这里摩西上山四十昼夜 以色列人等了太久之后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以色列人等得太久 就不知道怎么办 他们就造出一个金牛毒出来 他们就造了一只金牛毒出来 然后就跟大家说 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 接着跟大家说 这个就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神 神一看到这个事 他非常愤怒 神看到这件事非常愤怒 不是才刚跟你讲十戒吗 不是刚刚跟你讲十戒吗 不过十条戒命而已 不过十条戒命而已 里面有一条说 不可以雕刻什么像 仿佛来像我 有一条你就讲 不可以挑黑什么的帐 仿佛似我 所以才没多久 人就造出一个像来表示神了 没过多久 人就做了一只帐 来代表神 所以神很愤怒 神气到一个地步 要把所有人都杀了 神气到一个地步 想杀光所有人 感谢神 感谢神 摩西就一直带求 摩西就一直代求 那么最后神的怜悯就发动了 最后神的怜悯就发动了 然后神就转意 他就后悔 就不灭绝人了 神就转意后悔 他就不灭绝人了 就是说人是该死的 就是说人是该死的 可是神就没有去灭绝他 但是神没有去灭绝他 怜悯这个字蛮特别的 怜悯这个字很特别的 在旧约这个字根是抚摸的意思 在旧约这个字根是抚摸的意思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可怜 然后我们就去摸摸他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人很可怜 我们就去摸一下他 就是好像要对他好一点 就是好像你想对他好一点 就是有关系 就是继续有关系 这个是怜悯 这个是怜悯 在新约它是另外一个意思 在新约它是另外一个意思 它的字根是肠子 它的字根是肠 就是等于是说 神就看到人就太可怜了 就是等于说神看到人太可怜了 可怜到一个程度 这个肠子都会蠕动一样 可怜到一个程度 肠子都会蠕动 好像我们遇到一件事情 有时候我们很感动 鼻子就酸酸了对不对 好像我们有时遇到一些事 我们很感动 鼻子就酸酸地 更严重的话 我们的肠子就会动 更严重的话 我们的肠子会蠕动 中国人说牵肠挂肚 就是这个意思 中国人说牵肠挂肚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怜悯就是神要摸摸你 怜悯就是神要摸一下你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呢 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呢 你根本就是把好好的 就是你搞到自己就该死这样子 本来好地地的嘛 搞得自己好像快要死 你是我所爱的 怎么搞成这样呢 你是我想爱的 为什么搞成这样呢 你太惨了 你太惨了 神的肠子就主动了 神的一条肠就开始移动了 这就是怜悯 这个就是怜悯 怜悯是人该受刑罚 却没有受刑罚 怜悯是人该受刑罚 但是没有受到刑罚 B 怜悯是神继续引导 B 怜悯是神继续引导 《生命记》四章三十一节 是这样说的 《生命记》四章三十一节 是这样说的 他说神原是有怜悯的神 祂总不撇下你 不灭绝你 他说神是有怜悯的神 总不撇下你 不灭绝你 就是说人犯罪太过分了 就是说人犯罪太过分了 所以神照理说祂要把人丢了 照理说神要丢了人 神要跟人一刀两断 神要跟人一刀两断 可是神有怜悯 但是神有怜悯 神又去摸摸你 神又去摸摸你 跟你继续的有关系 跟你继续的有关系 所以祂说我总不撇下你 所以祂说我总不撇下你 你是该死的 你是该死的 你该死 你该死 但是我怜悯的心发动了 但是我怜悯的心发动 那就算了 那就算了 就可以免死 免死了 你该受刑罚 却不用受这个刑罚 你该受刑罚 但是不用受你的刑罚 你心里记得九章十八节 还有十九节 这里讲得又更加的清楚 这个讲得更加清楚 十九节说你还是大师怜悯 在旷野不丢弃他们 十九节说你还是大师怜悯 在旷野不丢弃他们 白昼运住不离开他们 仍引导他们行路 白昼云 储不离开他们 仍引导他们行路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同影片 我们看一下同影片 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们 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们 我在想如果我是神是怎样 我想如果我是神我会怎样 当然该杀就要杀了 当然该杀就杀了 因为我是人嘛 因为我是人嘛 那后来不杀就算了 那后来不杀就算了 就远远的就不管你了 走远一点就不管你了 可是神都不是这样 但神都不是这样 神他没有撇下 他就引导 神是没有撇下 他更引导 而且他是日夜引导 而且他是日夜引导 细心的引导 细心的引导 我说为什么还好我不是神呢 我说为什么还叫我不是神呢 要引导对不对 要引导对不对 派只老鹰来引导就可以了 派只鹰去就可以了 大家就跟着那条鹰飞吧 大家就跟着那只鹰去飞 神不是这样 但神不是这样 神用云柱 神用云柱 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你知道差别在哪里吗 跟着老鹰走是很热的 跟着老鹰走是很热的 可是有云柱呢 就会有遮蔽 然后就会觉得凉爽 但是有云柱呢 就会遮蔽 就会很凉爽 这就是差别 这个就是差别 神的白天的引导呢 他是让你很舒服的去走的 神对白天的引导呢 他是叫你很舒服的去走的 然后他是早上引导 然后晚上也引导 他是早上引导 晚上都引导 要我做神的话 晚上就 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做神的话 晚上什么都没有了 反正也不用走路嘛 反正也不用走路嘛 睡觉 大家 睡觉 统统躺平 统统睡觉 神不是这样 神不是这样 神说我给你火 神说我给你火 有火就有光 有火就有光 有火就有温暖 有火就有温暖 在中东的旷野呢 晚上是很冷的 中东的旷野 晚上很冷的 所以神的看顾是在白天 也是在晚上的 所以神的看顾在白天 也是在晚上的 我很喜欢左边的这个图 有一段时间我把它印出来 放在我们家的门口 我常常看 有一段时间我印出来 放在我家的门口 我常常看 就是门的里面 然后我坐在客厅的沙发 就是在看这个图 就是门的里面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 就可以看到这张图 我觉得这个图真的很好 我觉得这张图真的很好 我看到后来还发现呢 这个前面有同祭坛 对不对 我看到后来 我还发现前面有同祭坛 对不对 这个人献祭 然后烧牛羊 就好像在BBQ一样 人献祭呢 烧牛羊 好像BBQ一样 然后就有小火 然后有小烟 对不对 有小火 有小烟 然后这边就有大火 跟大烟 那边就有大火 跟大烟 这个神好像大人 牵着小孩子 在旷野走路一样 好像大人牵着小朋友 去旷野走路一样 这就是神的引导 人是 人的做法就是 该死要死 人的做法就是 该死要死 神是说 那你该死却不用死 神的说法就是 你该死还是不用死 然后呢 我就 这个不丢弃你 跟着我又不丢弃你 然后我积极地引导你 而且我积极地引导你 所以怜悯它是包括 继续地看顾引导的 所以怜悯呢 是包括继续地看顾引导 怜悯呢第三个意思 怜悯第三个意思 他要显明神的忍耐 他要显明神的忍耐 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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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我从前蒙了怜悯 他说我从前蒙了怜悯 我是蝎毒神的逼迫人的五万人的 我是蝎毒神逼巴人某万人的 保罗在这里呢 他用一个变本加厉的说法来形容他自己 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变本加厉的方法是形容他自己的 蝎毒神是口的 蝎毒神是用言语的 是用言语的 就是他不信这个神 他甚至诽谤这个神 他不信这个神 甚至是诽谤这个神 所以是蝎毒 所以是蝎毒 然后接着呢 他就去为难那些基督徒 跟着呢他就为难那些基督徒 甚至把他们抓起来 甚至捉他们起来 这就是逼迫了 这个就是逼迫了 抓到之后呢 他就用非常高傲或者暴力的态度来对待这些基督徒 捉到之后呢 他用很暴力很高傲的姿态来对待这些基督徒 就是虐待他们 甚至把他们定了死罪 就是虐待他们甚至定他们死罪 保罗就说我蒙了怜悯 保罗就说我蒙了怜悯 神没有看我做了出这么多的错事 神没有看我做这么多的错事 这是第十三节讲的怜悯 这里第十三节讲的怜悯 第十六节讲到另外一个怜悯 十六节讲的另外一个怜悯 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写明他一切的忍耐 他说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保罗后来有个看见 保罗后来有个看见 他知道杀人放火的人是非常可恶的 他知道杀人放火的人非常可恶 但是他说我自己比这些人更加可恶 但是他说我自己比这些人更加可恶 我专门杀那些手无寸铁的善良基督徒 我专门杀那些手无寸折 很善良的基督徒 被神使用来作为一个榜样 被神使用作为一个榜样 就是说如果像保罗这种罪大恶极的人 都可以蒙怜悯的话 那所有人都可以蒙怜悯了 就是说好像保罗那样最大恶极的人 都可以蒙怜悯 所有人都可以蒙怜悯 我们当中很多的人 我们当中很多人 我们从小到大做了很多错的事 我们从小到大做了很多错事 有些事我们做了就后悔了 有些事我们做了后悔了 有些事我们做了到现在还觉得良心不安 有些事我们做了之后到现在都觉得良心不安 我们觉得我们害到人家 我们觉得我们害人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 不管是有意或无意 保罗说你看看我 保罗说你看看我 你们有我坏吗 你们坏得过我吗 如果神可以怜悯我 祂也可以怜悯我们当中所有的人 如果祂都可以怜悯我 祂都可以怜悯我们当中所有的人 所以我们怎样来看神的怜悯呢 所以我们怎样看神的怜悯呢 从三个角度看 这整件事情呢 怜悯就是人该受刑罚 却不用被罚 整件事看就是人该受刑罚 但是不用被罚 这是第一个看见 这是第一个看见 第二个看见 神会怜悯是为神忍耐 第二个看见就是神因为怜悯 神说我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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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气可是我忍耐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忍耐不撇下你之后呢 我继续地来引导你 抚摸你 我忍耐 我不撇下你 我继续引导你 抚摸你 我上礼拜在奇妙大爱呢 有几场我是做最后总结的 上个星期奇妙大爱 我是有几场做最后的总结的 神就让我看到说 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 神就叫我看见 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 我会结婚 但是不会有孩子 我会结婚 但是不会有孩子 我有情欲的问题 我会搞婚外情 我有情欲的问题 搞婚外情 我真的会搞的 因为我结婚后 还跟我太太讨论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结婚之后 还跟太太讨论这个问题 那时候没有信主 那时候没信主 我说婚外情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就说婚外情也没有什么问题 她说你做我也做 她说你做我也做 我们就是这样 所以我没有信主 我就是这样 所以没有信主我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我又不照顾自己的身体 五十岁不到我就死了 五十岁不够我就死了 我太太就变寡妇了 我太太就变寡妇了 这就是我的光景 这个就是我的光景 这礼拜我继续去默想 这个星期我继续去默想 神让我看到两件事 神让我看到两件事 神让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 一直在研究算命 神让我想起我大学的时候 一直在研究算命 我帮四十几个同学算命 我帮四十几个同学算命 这样算起来是小有名气 这样看来是小有名气的 就是人犯罪被咒了还不知道 就是人犯罪被咒了还不知道 这个就是神不喜悦我们接触这种算命的事 神是不起愿我们接触算命的事 可是我却做了 第二个是让我想起我在被医治释放的时候 第二个是让我想起就是做医治释放的时候 牧者说我的头脑非常混乱 牧者说我的头脑非常混乱 我真的是思想蛮混杂的 我真的是思想很混乱 我看很多很杂的书 我看很多很杂的书 包括新纪元的书 包括新纪元的书 然后还去研究 还去研究它 所以我的思想非常混乱 所以我的思想非常混乱 在两三年前我有个体会 就是如果我没有信主的话 我觉得我会得精神分裂 因为思想太混乱了 所以我是该受刑罚的 因为这些事都是我自己搞出来的 可是我蒙了神的怜悯 神没有罚我 而且把恩典给我 而且把恩典给我 让我可以侍奉它 让我这个不断转动的思想呢 可以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息 叫我不断转动的思想 在圣经的话语里面得着安息 神在我身上有很大的怜悯和恩典 神在我身上有非常大的怜悯和恩典 耶和华在介绍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耶和华在介绍他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他说耶和华耶和华 他说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又恩典的神 是有怜悯又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并有丰富的慈爱和诚实 神是怜悯 神是怜悯 神是恩典 神是恩典 我们讲第二点 神是恩典 神有怜悯有恩典 在圣经里面经常一齐出现 神有怜悯有恩典 在圣经里面经常出现 有十二次在旧约圣经里面 在旧约圣经有十二次的出现 都说神是有怜悯有恩典 不会讲神有怜悯有恩典 有时候会讲有恩典有怜悯 有的时候讲有恩典有怜悯 在诗篇里面甚至有六次都讲有恩典有怜悯 甚至在诗篇里面有六次讲到有恩典有怜悯 要么就是有恩典在前 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其实恩典和怜悯是同样重要 怜悯是需要恩典和它配合 是需要恩典和它配合 是并肩一起的 就好像有恩典有真理一样 就是有恩典有真理一样 如果只有真理没有恩典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该活了 那我们每个人都不能活了 但是除了这个好像救了你之后 那你跟着怎样呢 那救了之后接着你会怎样呢 我们要有恩典 恩典就是要让你更加丰盛 恩典就是让你更加丰盛 好我们再读一段经文 是初安及记的三十三章十二到十九节 初安及记三章十二到十九节 我们一起读 摩西对耶和话说 你吩咐我说 将这百姓领上去 他没有叫我知道 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 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将你的道子示我 使我可以认识你 好在你眼前蒙恩 求你想到这文是你的文 耶和话说 我必亲自和你同去 使你得安息 摩西说 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 就不要把我从子女领上去 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 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 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 使我和你的百姓 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 耶和话说 对摩西说 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 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 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 摩西说 求你显出你的荣耀吸我汗 耶和话说 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 在你面前经过 宣告我的名 我要恩待谁 就恩待谁 要怜悯谁 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恩典是什么 恩典就是说 我们不配得却得 恩典就是说 我们不配得却得 恩典就是 我们不应该得到那些美好的事情 但我们却得到了 恩典就是说 我们不配得得到那些美好的事情 但我们却得到了 这里讲到摩西向神说 这里讲到摩西跟神说 向他求情 向他求情 求他给一些美好的事情 给一些以色列民 求他给一些美好的事情 给以色列民 给什么呢 就是可以指示我的路 就是可以指示我的路 使我们可以更加认识你 可以更加神你跟我一起行 可以更加神你跟我们一起同行 让人得到恩兴 让人得到恩兴 让人可以看到你的荣耀 让人可以看见你的荣耀 并且我要给你认识我 并且让你可以认识我 并且让你认识我 比如十七节那里 比如十七节那里 真的是一个很深刻的接纳 这里的认识讲是很深刻的接纳 恩典呢 恩典 这个字在圣经来说 在圣经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恩宠 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恩宠 是好像礼物一样 就像礼物一样 是美好的事情的礼物 是美好事情的礼物 而且它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 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接纳 无条件接纳的意思是 无条件的意思就是 就是我再跟你计较 这个应不应该给你 不应该给你 我不跟你计较 这个应不应该给你 总之我给你 反正我给你 这个是我送给你的 这是我送给你的 不用问为什么 总之我就给你 总之我都给你了 也好像一个高高在上的 神在上面 但祂要弯腰下来 但是祂要弯腰下来 祂要弯腰下来扶就 给我们 给我们 这是恩典 这是恩典 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恩典 这是一个从神而来的恩典 这些这么多美好的事情 这些好处 其实是不值得一个罪人去领受 其实不值得一个罪人去领受 但是这里就是说 摩西就向神求这些东西 但是摩西却向神求这些 特别向神求说 你要跟我一起去 特别向神求说 你要跟我一起去 大家知道神亲自的同行 大家知道神亲自同行 还有神派一个代表跟你同行 跟神派一个代表跟你同行 会有差别很大的 差别很大的 就算你去听演唱会 就算你去听演唱会 和你去听CD 跟你听CD 因为你都是同一个歌星去唱 虽然是同一个歌星唱 但是其实是差很远 但是差很远的对吗 真的呢 你去演唱会 你可能要给一千元的入场费 去演唱会可能给一千块的票 但是你呢 你买CD 可能是八两二百元就行了 可能买CD一百两百块就可以了 现场演唱会是贵一点的 现场的演唱会是很贵的 神和我们 如果我们知道神和我们同行同在 如果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行同在 我们知道这是最珍贵 我们知道这是最珍贵 是最大的恩典 是最大的恩典 但是那个基础是怎样呢 那基础是什么呢 为什么摩西可以来到这样去向神 你要求这些他不应该得的东西呢 为什么摩西可以去求这些他不配的东西呢 因为摩西知道16节里会说 因为摩西知道好像16节那里讲 我蒙了恩之后 我蒙恩之后 我知道这个是恩典来的 我知道这是恩典 我只是求你 我只是求你 我知道不配的 我知道不配 但是你要记住啊神 我们虽然犯了罪 我们虽然犯了罪 但是我们知道 因为如果你给我们这些恩典 那如果你给我们这些恩典 你和我们一起走 一起去 一起去 我们就可以分别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被分别说来 外邦人就知道 神的荣耀在你中间 外邦人就知道神的荣耀在我们中间 我们是被你挑选 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你 目的是为了荣耀你 这是我们摩西求的基础 这是摩西所求的基础 我知道恩典就是恩典 我们知道恩典就是恩典 恩典就是一个礼物 恩典就是一个礼物 上个礼物我们的核心同工会 举个例子 我们上个星期核心同工会 我们就去台中服侍 我们去台中服侍 我们去台中服侍 但是我们去到之后 我们去到之后 我们去到之后 我知道应该是超卖的 那些机票 我们知道机票是超卖的 所以我们全部的人都 upgrade 了去商务客位 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升到商务客位 我们给钱只是给这个 经济仓 我们给钱只是经济仓的价钱 但我们竟然可以坐商务位 但是我们竟然可以坐商务位 这个是什么 这是什么呢 恩典 因为我们都没有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 因为我们没有付出应该付出的代价 我们不应该坐商务客位 我们不应该坐商务客位 但是我们就坐了 但是我们就去坐了 这个是恩典 因为恩典 恩典是神去主动给我们的 恩典是神主动给我们的 因为恩典是神的主权 因为恩典是神的主权 联敏也是神的主权 所以我们要去找恩典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去找恩典的时候 其实不是说你可以找就找到的 就不是说你想找就找得到的 是的 恩典是神主动来赐下 恩典是神主动赐下 B点 B点 神是恩典的B点 就是恩典是神主动的赐下 这个恩典是神主动赐下 恩典是神主动赐下 告诉我们 那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的生命 就是无论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人生的际遇 我们人生的际遇 其实神都知道 其实神都知道 是祂主动来看管 是祂主动来看管 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 《创世记》 《创世记》 33章第5节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来读 以授举目看的父人孩子说 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 亚国说 这些孩子是神私恩 给你的仆人的 这里有一个词汇叫做私恩 这里有个词汇叫私恩 就是恩典的动词 就是恩典的动词 因为这个动词 就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 这个恩典的动词 在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 讲到一样东西就是 神的恩典是来给出来 就是讲到一点 神把恩典给出来 这是什么恩典呢 这是什么恩典呢 这里讲到一个孩子 这里讲到孩子 这里讲到生命 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 这个经文的背景 我知道 这是讲一个兄弟情仇的故事 是讲一个兄弟情仇的故事 就是雅各和他哥哥二嫂之间的关系 就是雅各和他哥哥二嫂之间的关系 雅各是被人追杀 雅各被人追杀 他和他哥哥的关系很紧张 因为他曾经偷了哥哥的长子名份 因为他曾经抢了他哥哥的长子名份 于是他要走了 于是他就要走了 里面中间有一幕 中间有一幕 就是讲到雅各 就带着他的老婆子女和家当 就讲到雅各带他全部家产老婆儿女 还有很多礼物想和雅各和伊嫂来和好 用很多礼物想和伊嫂来和好 那雅各在这里看到 那雅各在这里见到 这个有一个情况 这里有一个情况 他很聪明 他在打温情牌 他很聪明地打温情牌 当我和他哥哥讲这个孩子的时候 当他跟哥哥讲孩子的时候 他就告诉哥哥 他就告诉他哥 这些是神给我的 是神赐给我的 是神赐给我的 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 孩子的生命在神的手里面 孩子的生命也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其实都在神的手里面 我们也知道 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里面 如果不是神主动去赐给我们生命 如果不是神主动赐给我们生命 其实我们是没有什么可能有的 我们是没有可能有的 我们科学无论多发达都好 无论科学多发达 我们今天都不能造出什么生命 我们今天都不能造出什么生命 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 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 我都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儿 我也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儿 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儿 全世界最漂亮的女儿 因为每一个父母都是这样说的 因为每一个父母都是这样说的 所以我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儿 我有两个很漂亮的女儿 但是是不是我 很主动地去找 我要生两个女儿出来呢 那是不是我主动地说 我要生两个女儿出来呢 其实第一个大女儿 我们结婚三个月之后她就怀孕了 我们太太就怀孕了 我们结婚三个月之后 太太怀孕了 她就很健康地出生 她很健康地出生 那第二个女儿 那第二个女儿 其实我们打算去生她的时候 我们想着去生她的时候 我们想着去生她的时候 计划了很久 计划了很久 在大女儿七年之后才生她出来 大女儿七年之后才生她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很珍惜了 很想要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很珍惜很想要了 但是在怀孕过程里面差一点流产 那但是在怀孕过程里面差一点流产 那后来感谢主 她可以平安出生 她可以平安出生 于是我就帮她改了一个名字 我就叫她做朱晓童 我把她叫做朱晓童 晓得的晓 晓得的晓 童童的童 就是要她和我们都记得 就是让她和我们都记得 其实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 其实人的生命是在神的手里面 你能够出生就是因为神看顾你 你能出生是因为神看顾你 看顾你如同眼中的童人一样 所以我就要记得这件事 所以我让她记住这件事 恩典的主权在神的手里面 恩典的主权在神手里面 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掌握的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 那人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 那人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那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们祈祷 我们祷告 因为恩典是神随听祷告的 因为恩典是神随听祷告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当我们 哀求祂的时候 说我们哀求祂的时候 神就会应允 因为神是什么呢 因为神是有恩惠的 因为神是有恩惠的 有恩惠在原文就是有恩典 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 神听祷告因为他有恩惠 神听祷告是因为他有恩惠 特别是这些穷人 他有需要的时候 他被人欺验的时候 被人欺压的时候 他的基本需要都没有了 他连基本需要都没有了 他向神祷告 他向神祷告 神就会为他出头 神一定会为他出头 神一定会为他出头 因为神有恩惠 恩典就是神随听祷告 恩典就是神随听祷告 好了 那我们去祷告 那我们祷告 其实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都懂得祷告 我们做基督徒都会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祷告神会听 因为我们知道祷告神会听 但不是喔 但不是喔 但有时候祷告 神就好像不是去听 但是好像有的时候 祷告神不是很听 譬如有些人说 比如有些人说 我祷告我要求神 给我今期做六合彩 比如有些人祷告 我祷告神给我这一次 因为神都不随听祷告的 咦 神都不听祷告的 那就是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真的 但是这里讲神随听的祷告 但是这里是讲神随听祷告 第一我们知道 其实祷告 神祂有个主权 第一点我要知道 神祷告祂有主权 神是 恩典是怜悯的主权 神有恩典和怜悯的主权 你可以求的时候 你去求的时候 神会给你 神会给你 但是你要去 如何去领受神的怜悯和恩典 但是你怎样去领受神的怜悯和恩典 我们在第三大点看到 第三大点我们看到 我们是需要去学习 第一要知道 我们要的心态正确 第一我们知道要心态正确 我们的生命正确 我们生命正确 我要知道神是有一切的主权 我们知道神有一切的主权 如果我们真的很想去蒙这些怜悯 我们第一点 我们第一点 就是A点 我们要转向神 我们要转向神 我们要去敬畏神 我们要敬畏神 圣经这样说 你们若转向耶和华 你们若转向耶和华 你们的弟兄和儿女 都要在努力他们的面前蒙连述 归回这地 这个经文的背景就是 其实就是在以色列希西加的年代 就是在以色列希西加的年代 当这个北国的以色列被弩被灭了 希西加就在南国 犹大国这里 希西加就在南国的犹大 他带领整个国家的人民 他谦卑地归向神 他并且发出一个呼吁 向北方的兄弟发出一个呼吁 向北方的兄弟发出一个呼吁 他说你们要转向耶和华 他们说你们要转向耶和华 因为你这样做 你们才可以归回 因为你们这么做 你们才会归回 你们才会蒙连述 因为耶和华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因为耶和华是有恩典 有怜悯的神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有恩典施怜悯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 有恩典施怜悯 你如果转向祂 你转向祂 祂就不会不顾你的 当我们能够这样去转向神 但我们的基本态度 仍然是要谦卑 但我们的基本态度是 仍要谦卑 因为当 玛利亚知道 他自己要做耶稣肉身的母亲的时候 当玛利亚知道 他要做耶稣肉身母亲的时候 他跟神祷告的时候 他也说我心尊子为大 他也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的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我的灵以神 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祂的事 是卑微的 因为他顾念祂的死女 是卑微的 从今以后 要称我有福 那我就有权 有权能的就是 为我成就这件大事 那就有权能为我成就这件大事 他的名为圣 他的名为圣 因为 玛利亚好知道 因为玛利亚知道 他怜悯敬畏祂的人 他怜悯敬畏祂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直到世世代代 重点都是我们懂得去敬畏神 重点就是我们要敬畏神 你懂得转向神 我们要转向神 转向神的意思 其实就是你要放下自己 就是要放下自己 你要谦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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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骄傲 不要骄傲 因为骄傲 才能够懂得去听 不骄傲你才会去听 B点 我们看 我们怎样可以领受到 神的恩典和怜悯呢 我们怎样才能领受神的恩典和怜悯呢 除了你要去转向神 除了要转向神 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听神的解明 第二就是我们要听神的诫命 当我们听诫命守法则的时候 当我们听诫命守法则的时候 就大蒙恩寵 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 针研三章一到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真言的三章一到四节 我们一起读 我已 不要忘记我的法则 你心要紧守我的解明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 要系在你的景项上 刻在你身板上 这样你迫在神 我世人眼前 蒙恩寵有聪明 这里说当 人懂得去 不要忘记神的法则 这里讲到人 不忘记神的法则 当我们人 心能够紧守神的解明 当我们人 心能紧守神的诫命 这里就说 我们可以有长久的日子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 生命的年数与平安 都要交给你 都要加给你 就是说 当我们愿意去守神的解明 听神的话 神的话是什么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 全谦卑的身 与神同合 就是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 我们要懂得跟随神 我们要懂得跟随神 我们要懂得学习神 考法神好像神那样 怜悯和谦卑 效法神的怜悯和谦卑 存谦卑的心 存谦卑的心 去跟随神 那么我们就可以长寿 那我们就可以长寿 并且长寿得来 我们可以有平安 而且长寿得来 有平安 长寿很好 长寿很好 但如果你长寿 你整天都睡不着觉 但如果你长寿 整天失眠 或者你是 周身病痛 或者你浑身都是病 可能有些人就说 我宁愿不长寿 那有些人就说 我宁愿不长寿 因为失眠 病是很辛苦 因为失眠 病很辛苦 在这里讲到 如果我们愿意去跟随 但是这里讲到 如果我们愿意跟随 去听 用谦卑的心来听 用谦卑的心去听 我们就可以有长寿 并且有平安 我们就可以有长寿 而且有平安 第二个方面就是 第二个方面就是 当我们跟随神的诚实词外 当我们跟随神的诚实词外 就是学习神的属性 我们就可以在世人和神的面前 我们就可以在世人和神的面前 蒙恩宠 有聪明 蒙恩宠 有聪明 我们都可以得到恩宠 并且有聪明面对很多问题 并且有聪明面对很多问题 我一开始的时候说 我自己是非常有恩典的人 刚开始我就讲了 我是一个很有恩典的人 我自己是蒙受很多恩典的人 就是蒙受很多恩典的人 神是恩典 神是恩典 我自己蒙受很多恩典 我自己蒙受很多恩典 我自己是一个很普通很平凡的人 我自己是一个很普通平凡的人 我很小时候就信了耶稣 很小的时候就信了耶稣 我的父亲是在中国大陆 49年的时候 在四八年的时候 在中国大陆移民香港 我父亲1949年 从中国大陆移民香港 那个年代大家知道 他是乡下人地来到香港 那那个年代他是乡下的人来到香港 我整天都在想 我整天在想 如果他不是四八年来香港 是四九年来香港 我在想如果他不是四八年来香港 而是四九年来香港 可能他就不可以来香港了 晚一年他可能就来不了香港 那我就一定不可以成为香港人了 我就一定不可以成为香港人了 我知道我们乡下还有很多亲戚 我知道我们乡下还有很多亲戚 他们都是农民 他们都是农民 我相信如果我那时候 我爸爸迟了一年来 我在想如果我爸爸晚一年来 那我继续在乡下耕田 我就继续在乡下耕田 我每逢想到这件事 我就觉得是很感恩 我另外很感恩 就是我从小 很小的时候就信了耶稣 另外感恩就是 我从小的时候 很小的时候就信了耶稣 我很小的时候 在我小学的时候 母亲已经信了主 在我小学的时候 我妈妈已经信了主 她就已经带了我们信主 就带了我们信主 我们就回教会 我们就去教会 而且很早就洗礼 而且很早就洗礼了 不知道有没有张照片 其实我十七岁那时候已经洗礼了 有一张照片 我十七岁就洗礼了 我那个时候就在这个教会 那个时候我就在这个教会 那个教会就是在长洲 那个教会在长洲 就是因为在这个教会 就因为在这个教会 原来我认识一个人 那个人叫陈培南 那个人叫陈培南 那个就是今天的张师母 就是今天的张师母 是啊 大家看到张师母 大家都看到张师母 这个很特别 这个很特别 很小就认识她 我很小就认识她 但是很快就各奔前程 但是很快就各奔前程 那我也很感恩 那我也很感恩 有机会去了台湾读书 有机会去台湾读书 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 在台湾读大学的时候 我又遇到一个人 我又遇到一个人 那个人叫张景龙 那个人叫张景龙 张景龙就是 知不知道是谁 大家知道是谁吗 有些人不知道 新来的可能不知道 张景龙就是张一年 张景龙就是张一年 他是我的师兄学长 他是我的师兄学长 我们读一个大学读书 我们在同一间大学读书 就是这样我们认识了 好 又过了一段时间 又过了一段时间 我自己又各奔前程 又各自各奔前程 那我自己都感觉良好 那我自己感觉良好 因为我都是觉得自己的生命 都非常之的平顺 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命 非常平顺 非常之的有恩宠 非常有恩宠 因为我一好好早就做了基督徒 因为我很早就做了基督徒 神有很多祝福给我们 神有很多祝福给我 祝福到一个程度多到 我的家人里面 其实我们不是有钱的人 其实我们不是有钱人 但是我的兄弟姊妹里面 全部都可以有自己的物业 但是我自己的姊妹里面 全部都有自己的房子 那我呢 那我呢 我们以前就住在一个很小的房子 以前我们住在长州很小的房子里 很小的房子 其实也住了十个八个人 也住十个八个人 但当我结婚的时候 哇 想起都开心 想想都开心 我太太的嫁妆就是一层房 我太太的嫁妆就是一个房子 大家知道香港最贵是什么 大家知道香港最贵是什么 房子 有升无跌 有升无跌的 那我在这么平顺的日子里面 我在一个平顺的日子里面 我也经济无忧 我也经济无忧 我读书都不太差的 我读书都不太差的 都挺好的 挺好的 虽然香港大学不收我 虽然香港大学不收我 但是台湾的大学不收我 但是台湾的大学收我 但是台湾大学收我 都算是名校了 原来那间 反正都是在很平顺的日子里面 反正都是在很平顺的日子里面 我以为我自己都很有才华 我也认为我自己很有才华 也挺会写作的 于是我就去做记者 那我就去做记者 但是我发觉我做记者 一轮之后 但是我发现做了一段时间记者之后 我发觉 跟我想象中的出版 其实都是差很远 跟我想象的出版差很远 这些新闻业不是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吗 我想这个新闻界不是应该是社会的良心吗 我很相信 新闻出版这些文字传媒 一定是有社会责任的 我想象的新闻出版这些媒体 一定是有它的社会责任的 因为我很从小就已经认识神 因为我从小就认识神 我知道我自己里面 我知道像我里面 其实神给我很多恩典 其实神给我很多恩典 甚至觉得自己很有才华 其实这些一定有一些意思在里面 其实一定有一些意思在里面 神是有命定的 神是有命定的 神是要用这些恩赐去做一些东西的 神要用我这些恩赐去做一些事情 但是我发现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但是我发现进入这个行业之后 我发现原来真的是不同的 我才发现原来不一样 这个世界的文化 这个世界的文化 你去做这些传媒的时候 你去做这些传媒的时候 说到底 其实就是一盘生意而已 其实就是一盘生意而已 就好像一些什么行 什么那些 总之其实背后就是一盘生意 其实背后就是一盘生意 很简单而已 很简单 其实真的很失望 其实很失望 觉得有一些壮志未愁的感觉 有一些壮志未愁的感觉 就有一种不被赏识的感觉 就有一种不被赏识的感觉 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那我不如说 不如 反正都是一盘生意了 那反正都是一盘生意了 不如我真的去做生意了 那不如我真的去做生意算了 反正都是做生意而已 反正都是生意嘛 那又很有恩典 那又很有恩典 我想做的时候我岸父就说 好 你来跟我学做生意 那我想做的时候 我岳父就说 那你过来跟我学吧 那我就去了 那我就去了 一做就十年了 一做就十年 十年就是经济无忧 那十年也经济无忧 有房子有车 有老婆有子女 有老婆有孩子 其实都挺平顺 其实也很平顺 但是告诉大家 其实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失落 其实我里面有一种很大的失落 总是觉得神好像 叫你做些事 但是你没有做到 总是觉得神让你做一点事 但是你却没有去做 你知道你需要去做一些事 你知道你需要去做一些事 你可以发挥一些作用的 你可以去荣耀神的 你可以去荣耀神的 那我从小都喜欢写的 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写作 但是为什么好像觉得好像差一点事 但是总是觉得好像欠一些东西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其实神的怜悯 其实神的怜悯 就临到我 就是当我在这些过程之后 就是在这些过程之后 张恩典 张陈佩南就出现了 张恩典 张陈佩南就出现了 分离了很久 分离了很久 分离了很久之后 分离了很久之后 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 就是在2001年的时候 他们就回来香港 他们就回来香港 很快之后 很快之后 他们就跟我们接触 并且向我发出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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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来教会 你要来教会 但是当时其实我都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其实当时我是一个很骄傲的人 因为当时已经是很平顺的生活里面 我已经做了执事会主席了 因为在平顺的生活里面 我已经做了执事会的主席了 因为我已经是一个挺好的骄徒 因为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主帮 我还怎么去搞这些 不知什么六一的灵良堂呢 你在搞什么 你怎么不知道什么都溜溜溜溜溜派 你不知道你在搞什么 对了 那时候教会这几百人 那我每一年都应酬一下 看看他们 那我每一年就应酬一下去看看他们 但其实这个是神的恩典 其实这是神的恩典 就是因为 张恩怜牧师和张陈梅南师母 就是因为张恩怜牧师和张陈梅南师母 其实他们为眼色英雄 其实他们会也是英雄 这个英雄就不是什么大英雄 这英雄是什么大英雄 但其实英雄是神要用的人 但是这个英雄是神要用的人 因为这个人是有异象的 因为这个人是有异象的 因为这个异象已经在平顺的生活里面被淹没了 结果这个异象在平顺的生活里面被淹没了 当时的感觉 当时的感觉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什么呢 突然间有一个白落出现 突然间有个伯乐出现 你就可以真正正成为可以奔跑的千里马 我感谢主 感谢主 今天我是610两天的出版部部长 今天我是610两天的出版部部长 我仍然可以做出版文字的工作 我愿意做出版文字的工作 但是原来神的恩典不仅是这么小的 但是神的恩典不仅这么小的 甚至现在你看到我们出版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看见我们现在出版了很多很多的贪污 这些东西不仅只是做社会良心这么简单 这不仅是社会良心这么简单 这个是要继续去记录神的作为 其实这些是继续记录神的作为 其实我虽然说不知道611在做什么 其实我随便说不知道611在做什么 其实我也做过记者 其实我也做过记者 其实我也有一些新闻触觉 其实我也有一些新闻触觉 当我第一次去到611的灵粮堂的时候 当我第一次去到611的灵粮堂的时候 其实我都有一个感觉就是 嗯 神要在这里做大事 我当时就有个感觉就是神要在这里做大事 不过我不知道张恩典在搞什么 只不过我不知道张恩典在搞什么 这个以前叫陈小宝的师母 这个以前叫陈小宝的师母 我不知道行不行的 因为以前都是很小姐的 但是我发觉神要在这里做事是有一个感觉 但是我发现神要在这里做成这个感觉 我觉得这个新闻触觉不是我自己有的 这个新闻触觉不是我自己有的 其实这个是神给我的 其实这是神给我的 我知道神要在这间的教会 在这个时代里面用这个人 我就知道神要在这间教会 在这个时代里面用这个人 所以我就有幸了 所以我有幸了 所以神是有恩典 所以神是有恩典 有怜悯 有怜悯 他愿意我们去支取这些恩典和怜悯 他愿意我们支取这些怜悯 但我们是需要去跟随 但是我们需要去跟随 我们要知道这个恩典是在神的主权里面 我们要知道这个恩典是在神的主权里面 我们要知道神是很愿意去支取给我们 我们要知道神是很愿意主动的给我们 但我们要谦卑 那我们要谦卑 我们要去操练 我们要去操练 学一下怎么去伺神 怎么样学习向神 我说怎么伺神有怜悯 怎么样向神有怜悯 学神怎么有恩典 学神怎样有恩典 学神怎样有恩典 学祂怎么付出 学祂怎么付出 比如在教会里面我们就要学出什么牧养 比如在教会里面就要学习怎么牧养 为什么将每个人都做小组长呢 其实就是神给你的恩典 祂不想等你好像神都停下这个位 祂不想你整天停滞不前 自我感觉良好 好像我以前那样 好像我以前那样 我以前做主席 为什么要做牧养 我做指示会主席 为什么还要做牧养 牧养是很基层的 牧养是很基层的 大小组很闷的 但我告诉你 原来牧养 牧养就是要我们去 神给恩典我们 牧养就是神的 让我们操练更加认识神 让我们操练更认识神 更加认识神的怜悯 更加认识神的怜悯 更加认识神的恩典 更加认识神的恩典 我们一起起立敬拜神 我们一起起立敬拜神 我们要求神给恩典和怜悯我们 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恩典和怜悯 我们要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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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的怜悯 不止断捨永有恩典 我尋求祢 仰望祢的容颜 我呼求祢怜悯 我呼求祢恩典 我遮住祢 堅定依靠祢 怜悯 仰望祢 仰望祢 我呼求祢怜悯 我呼求祢恩典 祢同在不離開 神明不止我 祢是我拯救 我呼求祢恩典 耶和华 耶和华神 原文是耶和华 耶和华神 是有怜悯 有恩典 耶和华他是神 耶和华是神 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呢 祢向我们宣告祢的名字 祢的名字是有怜悯 有恩典 祢的名字就是有恩典 有怜悯 有怜悯 有恩典 首先是整个以色列人 当摩西在山上领受十届的时候 他们就在山下注入金流毒 并且在金流毒面前玩耍 也就是他们拜金流毒 并且在金流毒面前用性行为来敬拜祂 完全是走世界的一套 他们不要耶和华神 他们不要摩西 他们不要摩西 他们要跟从世界 跟从偶像 他们要跟从世界 跟从偶像 以色列人是这样 其实他们是该死 神就发怒 神就发怒 就叫摩西下山 他们应该全部死了 他们应该全死 但是老美摩西向神去求 后来摩西就跟神求 所以神就不杀 所以神就不杀 神就我不跟他们一起了 神就说我不跟他们去 我不可以跟他们去 我不可以跟他们去 很怕我再出来 我真的会杀他们 我很怕我再出来 我就会杀了他们 那摩西在这个地方再求 摩西就在这里再求 他说如果是这样 你不如涂抹我的名 他说如果你这样的话 不如你涂抹我的名字吧 在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 在生命册上涂抹我的名 但是你是按名字正式我 你是按我的名字认识我的 你说你要向我施恩 神说你怎样向我施恩 神啊你怎么向我施恩 摩西苦苦的哀求神 神终于答应他 神就向他 显出他的怜悯和恩典 神就向他显出他的怜悯和恩典 他的名字就是怜悯和恩典 神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向人类来祈祀出来 他开始说神是怜悯 他祈祀出神是怜悯 怜悯这个字 见识牧师说 他是一个的 腸蚁 他的字根 怜悯这个字字根 这圣牧师说是肠洞 这个是生虞的那个字根 这是新约的字根 就是那个 腸 就是那个肠子洞 好像你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的胃就暖一暖的意思 好像你见到一些事情 你的胃就暖了一暖 在旧约的字根 就是抚摸 在旧约的字根就是抚摸 就是好像 今早我睡觉 快醒的时候 我的毛毛就走到我的床边 我就摸一下它 好像今天早上我睡觉快醒的时候 我家的小狗就跑到我的床边 我就摸一下它 它就用鼻子碰我的手 我就去摸一下它 它就用它的鼻子碰我的手 我就去摸一下它 它就很享受我去抚摸它 它就很享受我去抚摸它 其实这个字就是说 不断绝关系 这个字就是不断绝关系 牵长挂肚 或者说去爱抚它 或者是爱抚它 就是跟它有关系 以色列人这样 神说 我和你不会断绝关系 以色列人这样 但神就说 我跟你不会断绝关系 这个就是怜悯 这就是怜悯 那个的恩典 是什么意思 恩典是什么意思 有怜悯有恩典 有怜悯有恩典 恩典就是说 神他弯身下来 恩典就是神弯身下来 祝福他们 神原本在天上他是神 神原本在天上是神 但他简选以色列人 不弃绝他们 但是神不弃绝他们 神不断绝关系 神有怜悯 神有怜悯 不止不断绝关系 神还弯腰下来 神还弯腰下来 跟他们一起 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跳下去有些技术 神就是这样 神就是这样 他跳下去 他跳下来 还要跟以色列人同行 还跟以色列人同行 这个是恩典 这是恩典 明白吗 就是神是谦卑他自己 神谦卑自己 来到地上 来到地上 与以色列人去同行 与以色列人同行 我下去就变成沙盖沙盖 快下来 神是有怜悯有恩典 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 他不断绝跟我们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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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我们如何 只要我们仍然 愿意选择他 只要我们愿意选择他 他就不会断绝跟我们的关系 他就不会断绝跟我们的关系 他一定会回应 他一定会回应 阿们 并且 他会弯身向你来施恩典 他会弯身向你来施恩典 所以我们向神去求 所以我们向神求 神就会弯身向我们施恩 神就弯身向我们施恩 是吗 我们要有神 我们这样从神领受 我们这样从神领受 我也要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 都有神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无论有任何人得罪你 无论有任何人得罪你 纵然是你的上一代 纵使是你的上一代 或者你的下一代 或者你的老板 或者老板 或者你的组长 或者你的组长 或者你的组员 或者你的朋友 或者是朋友 地上任何的人欺欠你 地上所有任何的人欺欠你 我们都要在耶稣里面 给他怜悯 我们都要在耶稣基督里 给他恩典 给他怜悯 不要断绝关系 只要他愿意来 你就要愿意怜悯 你就要愿意怜悯他 耶稣看见很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耶稣看见很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很多人到耶稣面前 耶稣就怜悯他们 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 耶稣就怜悯他们 他们如样走迷 困苦流离 困苦流离 于是就牧养他们 这是怜悯 不止怜悯 怜悯还要给恩典 还要给恩典 弯身 把你所有的 都跟他们分享 耶稣我们的父 就是这样跟我们分享 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就是把耶稣赐给我们 道成肉身与我们同行 当人得罪我们 但我们要懂得给恩典 因为神也这样给我们恩典 我们一起跪下来 其实我们每个人 好像以色列我们都是该死的 神如果按照他的公义的要求 我们每个人都该死 神按照他公义的要求 我们每个人都该死 但是今天你和我仍然可以在店里敬拜他 但是今天你我可以一同在店里敬拜神 是神给我们的怜悯 是神施恩 是神施恩 给我们恩典 还有你有很多很多的祝福 今天六一一能够在神的面前 是蒙恩 今天六一可以在神的面前蒙恩 很多神迹其事在我们当中 你家庭的改变 你家庭的改变 婚姻的改变 婚姻的改变 孩子的改变 孩子的改变 事业的改变 事业的改变 一切的所得着的 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一切所得着的都是神给的恩典 其实我们不配得 我们就服服在神面前 我们就服服在神面前 跟神说 是你的怜悯 是你的恩典 是你的恩典 我不配得 是你给我的 我们都一起跪在神的面前 跟神说 我们的教会 得以存在 得以继续有神的同在 继续有神的同在 是神的怜悯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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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跟着我祷告 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 赦免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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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身罪孽 又自卑又自烈 人自卑又自烈 常常犯错 又不懂得负责任 赦免我们一切的不足和不识 赦免我们一切的不足和不识 赦免我们不懂得认罪 今天我们在祢的面前 今天我们在祢的面前 仰望祢的怜悯和恩典 仰望祢的怜悯和恩典 多谢祢爱我们 没有跟我们断绝关系 没有跟我们断绝关系 仍然万身 给我们祝福 仍然万身祝福我们 我们在祢的面前 多谢祢 我们在祢的面前 谢谢祢 承认我们的不配 求祢继续向我们施恩怜悯 求祢继续向我们施恩怜悯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我们需要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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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求祢用更大的怜悯和恩典与我们同行 我们一生一世要这样跟随祢 我们要一生一世这样的来跟随祢 谢谢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多谢主 谢谢主 我们来敬拜 我们来敬拜我们神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 神与你同在 神与你同在 神的怜悯恩典伴随着你 神的怜悯与恩典更大的名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你 阿们 好 多谢主 我将荣耀归给神 我们要归给神